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还有一件事情在这里说一下刚才好像前面忘了说 主要是最近在网上有些是以我的名义来写信 说是《最好的供养》《无名佛学院》我的名字 这些信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个是《最好的供养》 说是你们想给我供养的钱最好供养父母 供养这个 凡是可能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 都是也不想我的吻笔也不想我的口气大家也看得出来 但是现在网上有很多次以我的名义来写信 以我的名义来说话有这样的现象比较多 很多都是可以说也不是我谁介绍的也不是我谁认定的 有些光是一起拍个照 拍照以后认为我是什么什么的这种现象也比较多 这些现象希望你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应该好好地去观察如果真正对自他有一些利益的事情 我也比较明确地回答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 我们甘多拉金堂修的时候其实我们这里也并没有缺陷 但是我当时也是想这么多僧众如果他们自己接上院的话也是可以的 我当时也是以回心的方式来提供过一个 后来多蒙斯的一个佛学院的经堂吧 这个也是我往上提供过 最后一个我想可能以后再不会有什么大的建筑 今年我也发愿有一个中学在建 这个并不是我是花园的我从来也是没有花园 这是我来到佛学院接近三十年的原则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有些事情想别人知道或者一直天天找我的话 一方面是他们自己想资源的如果有做什么功德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原因如今我任何一个建筑 别人也装着是这样那样的 所以为了避免这两件事情 是公开的有些账行提供过 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派过任何人 也没有写过什么 刚才包括在现在的网络和微信上面也经常发来发去的 就是说我的名义来说是罪上供养的 但是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难说 所以希望你们广大佛教徒应该是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 否则的话现在确确实实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人 到达各种目标甚至现在我们对其他受伤的一些签字 把这个拷败过来然后用在其他上 这种现象也是以前发生过 按理来讲跟一个人拍一张照片或者跟一个人互相说个话 这个应该从时间角度来讲不应该容易利用 但是我们现在极个别没有头脑的人 好像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会受骗 这种现象希望你们不管是在文字上也好 其他的现象应该值得注意 甚至我们学院前一段时间在别的地方 说是拿入居士林有什么大的法会 然后什么意愿 这样那样的花园 在香港这边也是出现过 这些事情我们一律排斥 说实在我们这个学院从来没有大量的 如何如何这么多的僧众 没有住的地方 没有吃的 没有什么医疗条件 那这样的从来也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们学院当中有一些公开的建筑 随喜 这样我们念经签 有些是我们公开提供过账号 这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包括我这边以前比如说水利工程 今年我们这个水利工程不管怎么样把它结束了 就网上已经下来了 那这些事情以前我们相关学院的历史会和这些人 都通过商量过 所以希望你们有些事情的分寸应该掌握 我本人这个原则也是应该掌握的 在这里特别随喜的 甘多拉经堂基本上明天大概后天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算是军工了 教父业学院南宗这边的办公室和教育课这边 可能极乐法会的时候僧众加持 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像跟其他寺院一样 开广 让施主席过来让他们拍照 没有这个规矩 在这里应该说凡事 虽然是我的名义刚开始也是修的 但实际上我一分钱也没有 都是汉地四宗弟子供养的 我自己除了写基本书的稿费可能加在里面有一部分 除此之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来修的 应该是汉地四宗弟子为主的 还有其他的包括藏地很多信徒他们修的 所以我也没有傲慢心 我自己也没有任何一个修建的话 我自己扪心自闻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虽然有时候我创造一个缘起是可以的 我开始给大家提醒过 尤其是甘多拉经堂说是在法王如意宝 刚开始我八五年来到这里的时候 法王在那里讲经后来应该放往讲经最多的地方 加持也是最大的原来我刚开始的时候 念念前的时候也是说过如果修成的话 一个梦想成真了一个梦已经实现了 所谓现在的中国梦 所以我的梦把甘多拉经堂圆满当时我这样说过 依靠我们学院这边的很多发心人 包括我们院生 院见 洪学还有很多的发心人员 特别特别辛苦 从两年以来所有的这些发心人员 一直非常认真的 清净地发心 那么现在基本上是我们初步的 后天准备把所有的工程交付于南宗教舞科这边 这样的话我也心里很开心 在这里也特别开心 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有缘者 因为这个经堂我也在想 我们拉荣的不管是 利宗大经堂也好 还有俱斯林经堂也好 我们南宗经堂和甘多拉经堂 这些经堂不像其他地方的空建筑 他应该说是一种每天白天晚上都是 可以说是闻思修行不间断的 应该成千上万个僧众每天都在做善事的地方 所以这种功德非常非常的圆满和广大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学院内部发心人员也好 学院外部发心人员 因为这个上面不管是它的建设也好 设计也好 规划也好 还有监工等等 有很多发心人员的设计特别在这里要感谢 我们今天金刚相谋主也是 当一会儿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大家共同回向 真正的回向和加持到时候可能极乐法会的时候 在这个之前门一直不开 然后到时候他们教育课跟以前其他的经堂一样 就这样来使用 我们今天因为我也特别的一种意愿 下来过后 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没有通过其他的书信 微博 微信等等 这样确实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些事情在这里稍微澄清一下 同时大家也是应该随喜心里面 我原来刚开始甘多拉经堂的时候也说过 如果自己无吝啬的情况下 你们自己结上缘也可以或者说心里随喜 今天心里大家随喜回向善根 基本上这两天全部都已经军供了 这也是我们学院不需要比较辉煌的建筑这些 但基本僧众适用的经堂 僧众适用的条件也不可缺失 因为学院当中的这些出家人也毕竟是人 不是欲界的天人 也不是无色界的天人 所以他们还是依靠显现上无云的身体 居住在这里所以我想这也是应接法王如意宝 和三传承 三本根本不可思议的加持吧 这几年以来很多的事情虽然我本人来讲 有时候是很吵醒的确实很累这些事情 我自己的内心当中最好的想法是什么呢 每天都是不管什么事情看书看显宗密宗的 然后自己连连住 稍微安住一下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种享受 但是现在有些事情好像一个接着一个 这个时候很多人在旁边有些人不断不帮助 还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来开始 就是好像我的工作不得到支持或者认可的时候 凡夫人有时候也有一些心灵的压力 昨天我们在为了工程的事情 跟很多发心人员也可以说是吵架吧 我讲《入行论》的时候 就是讲嗔恨心的过失很大很大很大 但是自己真正跟有些世间的老板谈话 或者是跟学院里面的 包括跟有些非常优秀的堪布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自己修行很差 但有时候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来 自己也可能是更好的修行 也许比闭关还有一种力量大 如果我闭关的话 对境什么都没有现象的时候 好像我觉得我的慈悲心修得很不错的 如果我没有闭关 在我面前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发现我内心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习气 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也在不断地改 希望你们也多多地加持我其他都没有什么 下面刚才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发完菩提心之后下面我们讲《现观众养论》 《现观众养论》当中下面说了 第一个现在正在讲剑道 《现观众养论》讲了十六形象 十六形象一般来讲 苦地当中苦 恐 无恶无常四个法 基地当中阴 极 身 缘 总共有四种法 灭地也是同样的 灭地这个法有灭 极 还有妙和离 总共有四种法 道地也有四种法 道 肉 心 还有出离的出法 大概有四个法 总共有十六种法 其实这十六种法我们在名言当中都应该存在的 然后生意当中都不成立 尤其是我们讲《现观众论》的时候 那么最究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苦 苦的话苦也不存在 不苦也不存在 无常的话 无常也不存在 非无常也不存在 无恶的话 无恶也不存在 非无恶也不存在 这样每一个法它就离开了两边 这样之后十六法远离了两边的时候 总共有三十二种争议 在这个当中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苦地和极地的八种法 苦地和极地的八种法前面都已经讲完了 那么现在紧接着讲灭地的四指 灭地的四指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有先说此也不能会使它 皆惜不可得必经经无病 讲灭地的四法 实际上灭地在我们没有详细观察的时候 它有四法 刚才讲了一个是灭相的智慧 然后吉相的智慧 妙相的智慧 还有理相的智慧 有四种相 这是大乘阿毕达摩佛 小乘阿毕达摩都一样的 这个说法的明强上没有什么差别的 这样的时候首先说是 有宣说刺义 不能毁视它 这个密地它具足思想的时候 首先说宣说刺义 从表面上看 灭是什么呢 首先讲的是灭 灭远离了所有的痛苦和烦恼 就灭尽了这些 但是显现上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这个灭地 这个灭相 也已经远离了灭和不灭的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文字来宣说灭或者不灭的话 根本不可能你给别人交代得很清楚 宣说得很清楚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完全 显现上可以这么讲 但实际上灭和不灭都已经离开了 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给别人宣说得清楚 不可能宣说 这个叫做灭 也叫做灭地的法治 应该是法人吧 下面讲戒戒不可得 戒戒不可得 实际上表面上看 我们痛苦熄灭 极灭 这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极灭和非极灭 也就是说极和非极的这样的状态 根本没办法得到的 了不可得 像空中飞禽的灶影一样 根本得不到的 这个叫做灭地的法治 这个叫做极 然后就讲 必经 清净的话 从表面上看来得了深妙的大乐 清净 可以这么讲 非常深妙的 趋向于安乐界 这些都可以的 但实际上远离了妙和不妙 远离了涅槃的妙和非涅槃的不妙 这样的什么都没有 极为清净之相 那么这个叫做灭人 死智慧当中就是灭人 从第四个叫做灵 灵实际上显现当中 那么到了灭地的时候 离开了很多世间的烦恼疾病 从严根到异根之间的身心疾病 痛苦 这些都是应该有一种远离的时候 有远离的时候 但实际上也远离了离和不离 远离了离和不离的所有的饥荒 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疾病 就没有的 所以这个病有时候可以讲烦恼病 有时候我们身心当中真正的这些病 现在很多人因为没有得灭地 今天头痛 一会儿脚痛 一会儿背痛 一会儿心痛 所以每天都是 我刚才给一个看伯说 不知道现在是年龄的原因 一会儿这个痛 一会儿那个痛 好像每天都是很多很多的疾病 然后那个法师说 他也是如此 我们两个一直在找甚深的密意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说 那可能是我们经常看到老年人 互相问候的时候 你身体好不好 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 你晚上睡得好不好 以前法王出国的时候 有时候法王如意宝给他的妹妹阿尼米祖 然后早上的时候经常问 你晚上睡好了没有 他妹妹经常说 没有睡好啊 病啊 我当时心里想 哎哟 没有睡好多好啊 多看书啊 但是现在看到好像没有 就是这种有时候睡不好 书也不想看 然后晚上一直有看个世界 又滚了滚去 又这样 又看 哦 还没有起来 然后谁也睡不着 有这种 所以我现在感觉得到年龄稍微上来一点的话 年轻的时候好像最害怕就是睡着了 如果没有睡着的话 都是可以学习 只要是睡不着就学习 这是一个最大的享受 但现在看到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得灭地的这些人 还是经常有各种各样身心的疾病 有时候身体很好的 但是心里不知不觉的 我们有些道友也是这样的吧 好像无缘无故地给别人发脾气 不知道什么 旁边都是不甘清净 一看他的眼神都是特别痛苦的 伤心的 尤其是人有时候比较凶一点的话 旁边周围的所有的地方就像火焰一样 火焰的话 周围全部都烧完了 所以有些比较温和一点的话 周围的这些也虽然他自己发脾气 但是谁都不怕他 也有这样的 都在笑他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 远离了饥荒 远离了疾病 远离疾病的话 这是叫做内治 也是灭地当中的内治 那么这四个相是灭地的思想智慧 然后下面讲 道地的思智是这样的 断除诸恶业 证果无分别 不惜疏疏相 于民意耳众 起始无有生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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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我们 昨天还是前天吧 在微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藏族孩子在哭 我当时开玩笑说他在唱藏歌 外面很多人没有听到他的哭声 认为是真的教室里面有一个藏族人在唱藏歌 今天很多人问我 你们那个藏族是个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所以刚才有一个唱藏歌的人 但现在好像出去了也是小孩子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断除 先讲道地的思想道地的话 道入行出应该是有这思想 他这里一般来讲道的话 实际上是入于极灭道的方便法叫做道 对治一切的疾悦 痛苦这些 然后入的话切入真理叫做入 然后心趋向涅槃 出的话是处理生死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里讲断除诸恶趣 正果无分别 不惜受诸相 首先第一个是讲道地的道 实际上道在我们显现当中 有没有依靠一种道的现前呢 应该是有的 依靠道现前灭地 道就是我们五道师弟当中的 无学道也好 有学道也好 都需要依靠的 但实际上他远离了道和非道 这样的原因 因为你已经证得了道和非道的境界 在这个时候 这种人他不会断除了 地狱 饿鬼 旁生 饿趣的习气和种子 从夹行道开始一般获得人味以后 再也不会堕入饿趣的 之后即使有一些转生 他依靠一个有漏的善根 取向于善趣 人天趣当中 或者获得了涅槃的果位 这是第一个 因为他通达了道和非道不存在的 这样道理的原因就不取恶道 第二个 这个叫做道 第二个正果无分别 那么正果无分别的话 我们显现上有证悟果而获得成就 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已经远离了切入真理和非切入真理的 肉和肥肉 并且现前或者证悟了果 就是无有三论执着的 无有分别的境界 那么我们前面是道地的法智 这个是道地的法智 也就是说 正果无分别 第三个就是说 不惜诸相 这个指的是心 修行的心 也就是说 我们显现上实际上 也有趋向涅槃的一种行持 修行等等应该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它根本不受任何的心和不心 远离了心和不心的一切的想 有啊 物啊 事啊 非啊 行啊 不行啊 或者破啊 离啊 等等 就是世界的一切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全是所有的这些相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叫做内人 应该是内人 下面讲的是处理的处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显现上 处理了三界轮回 趋入清净之道 应该有这样的现象 但实际上因为处和非处 朝礼和非朝礼这两者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 对般若的名和义 就是根本无法产生任何的分别式 也就是说 名词指的是词语和文字上面的 然后那个意义 对一切法的这样的意义 不管是处理的也好 薄热也好 从显现上是有文字 也有它无生的意义 但实际上它能权的名和词也没有 所劝的意义和它的内容 也是无法产生任何的形式 所以这个叫做内智 这样一来我们前面上面已经讲了十六刹那 十六刹那每一个都是从破除两边 所以我们经常讲得到见到的时候 实际上通达了十六刹那的智慧 十六刹那以前很多人觉得 十六刹那是什么 一刹那一刹那的 是不是它通达了很多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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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啊 很多对佛教的 尤其是对俱舍论 现观传论这些转用词 也就是说它的俗语不懂的人都觉得 什么十六形象 什么十六刹那 很多人都不懂 但这个我们会理解的 因为任何一个知识分子 他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当中不懂的时候 他也会犯一些错误 这是正常现象 所以我想我们原来经常讲 见到的时候十六刹那 实际上在一刹那刹当中 在四地的每一个地有四种象 十六个象完全通达了它的意义 而且如果我们按照大乘的 见到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这种十六刹那的智慧 实际上是远离了三十二种争议 那这样的话我们自己 古明师也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前面的苦 空 无恶无常 苦 空 无恶无常的话 空也不是 不空也不是 无恶也不是 非无恶也不是 那么无常也不是 非无常也不是 这样的一种境界 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 好像是从苦地的四个层面来讲 也是很难以想象的 为什么说 般若波罗蜜多 证得的时候我们语言没办法表示 我们的思维也很难以表达 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我们现在进一步地知道 见到菩萨的这种境界 当你见到的这一刹那间当中 实际上它的境界有不同的十六个形象 十六个形象它的翻体来讲有十六个侧面 因为枯萨倒是万法的真相 万法的真相要通达的时候 有大概的十六种弦 但是这十六种弦也是远离了 我们刚才说的是灭 极 妙 还有离 灭极 妙指的话 灭也不是 不灭也不是 极也不是 不极也不是 妙也不是 非妙也不是 离也不是 非离也不是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没办法说 不是说是灭地吗 灭地怎么会不是灭地呢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这个形象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应该对佛教 比较深一点的这些说法和修行要通达 如果你通达的话 最后你自己认为我现在已经开悟了 至少也是我是见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 哦 原来听说是见地有需要具足这些条件 并不是说你自己认为我是见地 现在有些人装着自己认为自己是阿弥陀佛 自己下面做一个莲花 站着阿弥陀佛的法器拿着 让弟子拍个照 然后把自己的照片到处都发出去 特别有一些愚痴的人 真的 我们看起来是很害怕的 这些人怎么会是相处这样呢 什么叫佛都不懂啊 这些如果真正佛的 什么叫佛都不懂 什么叫菩萨都不懂 有些是装观音菩萨 有些是装阿弥陀佛 有些装释迦牟尼佛也有一些 所以现在这个人确实 如果佛教当中稍微有一些道理的话 那这些人从来没有 可能连一天课的闻思都没有过 所以所谓的佛好像觉得是在他的现象 有些可能精神还是有一点怎么说 但是我也不能说 所有的人都是精神有问题 只不过现在 新闻里面说十三分之一有精神问题 这也是新闻说的 也不是我 这样的话十三个人当中 招出一两个人我也不过分 如是宣说之色意 下面讲一切之残烂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 所有三智的剑道 我们归纳出来的话 实际上就是远离十二种正义的这种智慧 这种智慧我们这里说是极致的十六刹那 其实极致的十六刹那是讲到菩萨的剑道位的 菩萨的剑道位是直接讲的 而菩萨的修道在这里也简介说明的 因为我们讲极致的时候 菩萨的修道都是在这里面 剑道过后修道并没有讲 还有我们在这里讲到菩萨的剑道的时候 声闻的剑道和声闻的修道并没有宣说 也不用宣说 实际上通达了这种菩萨的剑道的时候 那么声闻的剑道和声闻的修道 自然而然间接来也了知它的意义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一切极致 极致刹那 凡是剑道具有十六形象的刹那智慧 这种刹那智慧我们前面也讲了 大乘阿比达摩跟居士论的观点稍微有所不同 但是究竟的名义就像《大圆满行星修习》 《大成书》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们尼玛巴的很多大德应用这个教证来建立自宗 这也非常合理的 下面讲到宣说三品结尾 前面第一个是边之品 第二个是道之品 第三个讲极致品 前三品 本来我们《现广正恩论》 总共有八品 三知四加星 最后讲果位的法身 总共有八品 那么八品当中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三知了 那三知之后 这个颂词算是前面的 第一品 第二品 第三品 这三品用一个偈颂来 弥利菩萨做一个结尾 那么除了这一品以外 其他后面的四加星 包括法身没有结尾的 没有总结结 那么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总结结呢 这是很多大德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三知当中所有的道全部都可以具足圆满 所以如果三知做一个总结 其他的四加星等 其他品自然而然 可以归宿在这个当中 因为三知里面所有的修道都圆满 这样之后 其他的四知不做这样的结语 也是可以的 很多大德的解释方法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总结文是什么样的呢 如是持极字 由持三段文 当之即显现 持三品圆满 有五个词 四个词 如是持极字 由持三段文 当之即显现 持三品圆满 这个解释的方法上面 应该由十字仙论师和解脱部论师 稍微有一点不同 按照十字仙论师 他是根据般若八千颂的观点来讲的 般若八千颂的观点 就像我们三知的次第 前面讲的第一品当中讲的辩知 第二品当中讲的是道知 第三品当中讲的是机智 那这样的话 这里面颂词当中的如是持极次 第一个词指的是辩知 第二个词是道知 第三个词指的是机智 也就是说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以上所讲的第一品当中的辩知 由十种法来表示 第二品当中讲的道知 由十一种法来表示 第三品当中讲的机智 有九种法来表示 那么总而言之 上面所讲到的三知的这段文字 应该我们都要知道 它要是明示 或者说明什么呢 就是第三品当中的《般若经》的意义 因为《般若经》在《般若八千颂》当中 他的次第是先讲辩知 然后讲道知 然后讲机智 这是华智仁波切的律所修行次第当中也是讲的 先讲 这是包括在三个法行当中 愿菩提心 心菩提心 还有深意菩提心 因为先讲为什么要讲辩知呢 我们要发愿 以后要获得辩知的果位 所以愿菩提心的对境 然后为什么中间讲道知呢 那么这个时候要行持六波罗弥多 所以中间讲道知 为什么最后讲机智呢 其实讲机智的时候 归根基地最后要讲到深意菩提心 它是通过三种菩提心来讲次第 这是按照《四字线论识》 根据《般若八千颂》当中确实有这样的次第 所以这样来上面三个次第的解释方法是这样的 按照《圣解脱部》 他是按照《般若二万颂》 《般若二万颂》当中他的次第是怎么呢 《般若二万颂》的次第 《般若经》当中也讲了 说第一个须菩提说是 般若非能得任何法 般若不可得得 所以先讲了机智 然后讲到了须菩提说是 般若非超理善解 讲到了道知 到最后第三个法的时候也讲了须菩提 这个赐薄若实际上不是赐于佛陀之法 乃至声闻缘究之法 也讲到了辨知 这样的话先讲机智 然后讲道知 然后讲辨知 这样的时候 颂词解释的时候 如是赐即赐 第一个字指的是机智 第二个字是道知 中间这个谁都说是道知 所以说这个还是不用懂了 第三个指的是辨知 那么这三段文字当应该知道 名是什么呢 名是以上所讲到三品的内容 这三品的内容 这个是刚进戒指 我们现在刚讲到的机智 机智是依靠什么呢 进戒指前面所讲到的道知 进戒指前面所讲到的道知是依靠谁呢 在进戒指第一品所讲到的辨知 他的这个 那么这样之后 从后面往上 这样以后实际上这种次第 跟下面的四加星 四加星又呈上戒下的这么一个作用 也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般来讲 实际上这两位尊者论师的解释方法 应该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如果先以机智为主讲的话 那么确实也是以这种方式 以先用机智 道知 便知 到最后的时候过为主 如果按照四字仙菩萨的 先把目标说清楚 说道 然后再进行修持 这样以四加星非常切尽 以这种方式来宣讲 因此在意义上面 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 中文言之 这以上的三品 实际上是由这个偈颂来作结尾 其他的品 我刚才前面也讲了 没有其他的结尾 但是这个没有的原因 因为善知当中 所有的修法都圆满的 而且相关中央论的 包括后面的四加星 也可以包括在善知当中 我们这个叫做如果是略显观 讲略显观的时候 光显观的时候讲七十亿 中显观的时候讲八十 然后略显观的时候讲善知 讲善知 所以在善知当中所有的修行都可以包括 这一点你们方便的时候 也最好看一下现观庄论 华智仁波切的略显 其实这个略显观的一个修法 如果你们先把现观庄论的颂词学了一遍 再看这个略显的时候很容易 原来现观略显跟颂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非常清楚的 因此我们学习显观的时候 我今天也看到我们学院当中的显观班 刚开始的时候做前天有些道友 他们发誓安排的时候没有安排过来 我今天也是特意安排 其实实际上我们显观像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格鲁派他们也有五年 十年这样的 我们这里至少也是要学习一年以上的 如果你愿意参加专科的话 今年也学显观 明年也学显观 不同的法师面前连续听两次 三次都可以 这样之后非常有必要的 确实我本人而言虽然学都不好 但是对现观庄论从小都有非常大的信息 因为显观和中观直接和间接说明佛陀真正的密业 比如说我们今年学会这边的课程当中 也是般若色颂我特意安排在中观当中 我想因为现在食品和饮品都要齐全 可能最近我本人讲的中观方面 可以 般若色颂从一方面它可以安立在显观当中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在中观当中 所以我这次跟以前的一些词题稍微有一点不同 尤其是很多城市里面的人可能想要动到般若 动到中观的话我们中观的很多推理 这些都是不一定看得懂 这样之后很多现在城市里面的人 如果真正能听一遍《般若色颂和缘起战》 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对他们的课程当中 就安排了《般若色颂和缘起战》这两个法 然后我们现观的话 我也想如果没有出现违缘 今年年底的时候讲一部分 明年还继续讲完的话 这个颂词应该会讲圆满 以前任何一个法也是只要长期不断地讲下去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我希望你们学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 自己有一种热情 学习需要一种热情 学的时候不管是听课的时候也好 学的时候也好 从表情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表情的态度好像听的时候是非常专注的 这样的话讲者也有一点力气 听的时候就慢慢睡着了 或者一直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 如果是世间的一些聊天 看电视 看电影 那这个眼睛也是真的大大的 所有的全身的一切的一切的力量 全部专注于这个上面 一听到佛法的时候 慢慢慢慢好像显现上是成了奄奄一息 这样一种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听课的话 不管是比如说你要想显观转论的话 显观转论我已经听了多少堂课 现在可能还要几堂课 这一堂课这些的话我一定要听圆满 而且不仅仅光是听 我还是每天都是要花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还是从中找到了一些真正的利益 因为他确实是佛陀亲口所说的教言 将来我们来到人间的转法论 弥勒菩萨他的亲口的语言 像这样的教言 在我们下满难得的人生当中能有多少次 确实我自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在有生之年当中 我最近法王如意宝的一些教言 简单地以前在很多地方讲的 包括我们以前有的那些 准备法王涅槃法会的时候给大家奉献一部分 我自己再三地想 在我所有的人生当中 在所有生命的历生当中 最美好的 最有意义的 就是曾经在上师如意宝面前 听过一段时间的佛法 这个是现在看来最有价值的 最有回味的 最有无穷的一种力量 一直在我的生命 可以说是在我的最深处 永远也是无法消失的这么一个力量 那这种力量是来自于谁 来自于传承善师 来自于佛陀无比的智慧和慈悲的一种精髓 可以这么讲的 所以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希望你们在听受的过程当中 因为如果自己正在听的时候 好像是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到的 但是到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学生 他在念受的时候 不知道学生时候的美好生活 一旦到了社会上又找不到工资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和痛苦的时候 觉得原来我青春美满 年轻的 这个时候真的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开心 多么多么的美好 很多人有这样的 但那个时候已经过完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对闻思的态度 对闻思的重要性要认识 我们光是给大家讲功德不是大广告的 内心当中也是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讲的 然后不仅仅是心里这么想的 我个人来讲也是这样做的 以前也是这样做过来的 以后来自灭尽生命的灭尽之前 应该在这方面尽为而立 有这种想法 因此今天我们刚好 《波罗仙观庄论》前面的三品已经圆满讲述 我希望我们后面部分还要继续讲下去 讲的过程当中我看学院里面的道友 应该是基本上都在吧 但也很难说 寿命是无常的 到时候因为中间隔一个月 两个月 以后还能继续的话 对自他谁来讲也很难说的 但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要发愿 大家都要努力 网络上的这些道友 因为你们散乱的因比较多 说实在的 而且心也有时候不堪能 大乘士跟佛学院有一些不同的 你们也应该自己对自己发好誓愿 跟前面一样的 《相观庄严论》更开始到现在 有相当一部分人还算是比较受几率的 这样之后后面部分大家也要共同学完 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 也是一个希望 原来我说是可能《相观庄严论》 讲五十堂科或者六十堂科 现在讲了多少堂科 二十六堂 看来基本上还有可能二十五 六堂科 如果二十四堂科 五十堂科差不多吧 后面不是很难 比较相观庄严论比较难的地方 都是前面的三支部分 后面不是特别难懂 我想后面最多可能三十堂科吧 这个三十堂科希望你们来讲也是圆满 我也讲赐三品圆满 刚才说是赐三品圆满 以后我们赐八品圆满 这样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缘起吧 就是很好的一种缘起 尤其是我在这样想 现在如果我们学院当中实在是没有因缘 没有机缘 你们应该通过网上来听受 有时候是网上的讲堂和网上的寺院也是非常方便的 除了我们这边个别的一些发行人非常辛苦 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经堂每天都是有二十多个人 下来过后需要打扫 又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需要开门 关门 关灯 这样那样的 所以网络上的这个你就想进来 但是有时候进不来了 进不来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着急 又要生嗔恨心 又要开始骂我们的管理人 啊 怎么进不进啊 这边讲堂怎么开始八点钟了 这样的人比较多一点 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管理人员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确实藏地的电 网络有时候也有这样的 如果这个正常的话 全世界的现在很多人在各个世界的角落当中 都一起做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有些聊天室当中几万个人一起 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很无聊的 每天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也在做 我们传递佛法大家应该利用一种 现在世间人们讲的叫做真能量应该是 薄弱实际上是真正给大家带来的一种真的一种力量 这样之后希望你们网络上的道友 就是我自己都是在想昨前天跟个别的一些藏族和汉族 在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人 现在利用这个网来修行佛法还是很方便的 这样之后大家都可能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比如说你到佛学院来开一个法会的话 要花很多钱 还要花很多时间 跟家里请假 跟部门的人请假 如果他不请的时候要欺骗 要给他说方便妄语 怎么怎么 但是方便妄语说完了以后 在学院待了七八天下去以后也是骗不了 因为你皮肤都已经黑了 所以很难 如果我们往上去学习 也不需要花氧气 浪费很多东西 不需要的 有时候我们只要有心 现在还是有一种方便方法 原来《上师心地》里面 引用过一个大宝积经的教证 说方便对智者来讲是一种解脱 这个方便法对愚者来讲是一种束缚 我当时在旅途教义当中用这个是可能现在的网络 所以现在的网络对智者来讲依靠解脱的因 对于愚者来讲成为束缚或者轮回的因 这个就靠自己选择 我想其他应该没有什么 我们今天前三支已经圆满讲了 今天讲到这里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